HELLO 大家好,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y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經常有新朋友問的 什麼叫做 Leica M鏡的 6-bit 曲 這個 6-bit 曲很簡單 可以看到鏡頭後面有 6 個點點 這個點點會是黑色或者白色的 這個點點就造成一個 0 和 1 的數字 在相機方面就可以識別到這個 好像這部 M 機 它就會有獨點的電子位置 其實鏡頭和相機之間的溝通 並不是靠電子的接點做一個傳送 這個鏡頭是用一個 Optics 即是看東西去看的 看回它這個是 0 和 1 就會有一個訊息進入相機裡面 這個作用是令到相機 識別到這一支是什麼鏡頭 做一個紀錄 另外就是作用腳乾的調校 普通標準鏡可能不明顯的情況 但是去到一些很 Y 或很 Tally 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明顯的分別 無論你是 M 機 又或者是現在後期一點的模板 好像這部是 SL 來的 都有這樣的作用 這個孔其實是 SL 到 M 鏡的孔 這個原裝孔 它一樣是有這個位置 是去讀取到 6-bit code 的資料 當你的鏡頭扭了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裡做到一個反應和調節 如果你想問到底這個 6-bit code 是什麼鏡頭才會有呢 最新推出的模特兒是一定會有的 其實這個來源是去到 2066 年 Leica 推出第一部數碼 Ring Spider 的時候 這部 M8 就開始有這件事了 所以是 2006 年之後的鏡頭 都會有 6-bit code 了 有些可能會是送回廠製造的 又或者是有些是坊間自己去做這件事 都有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令到相機 你會遇到那個鏡頭是些什麼 如果這個簡單的介紹 你想知道更加多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黃國門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可以親自解釋給你知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這個 6-bit code 到底是些什麼 如果你欣賞我的片段 歡迎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